新聞開什麼來關心的是這一起在新竹線 昨天晚上發生的震驚社會的火災悲劇 一名62歲的男子林榮茂被大火困在自家五樓窗邊 但是因為巷弄狹窄 雲梯車無法進入 又加上消防隊沒有帶氣墊 結果45名的警銷竟然眼睜睜的看著他活活被燒死 縱火嫌犯可能是男子的兒子 警方已經將他逮捕 但是他的精神還有身體狀況不佳 目前先送醫治療 鎮鎮濃煙不停竄出 被困在五樓的玲瓏帽動彈不得 只能待在安全門上等待救援 消防人員忙進忙出 縱使出動了7輛消防車 卻因為巷洞太窄 雲梯車進不去 救援梯高度又直到四樓 45名警銷竟然眼睜睜看著玲瓏帽在窗邊痛苦呼救 玲瓏兜牢 臉上表情痛苦不停大喊好燙 火勢突然增大 一陣烈火朝他扑來 玲瓏帽全身著火痛苦掙扎 才短短15分鐘就讓他葬身火庫 而今年目睹丈夫被火吞噬 玲瓏帽的妻子情緒完全崩潰 那說我的被箱子 講成我的箱子 那說你在裡面嗎 我警告我現在跟你有狗 也有不少鄰居質疑 消防人員竟然忘記帶氣墊來 讓玲瓏帽喪失跳樓求生的機會 但是因為我們這個巷弄很小 我們進來的時候 第一時間就是把那個水線 先進到那個起火樓層 這個是救災裡面的 往內去做火點撲妹跟收救 跟救助 這是類為第一優先的 這場悲劇更讓人難過的是 縱火的嫌犯竟然就是玲瓏帽的兒子 他一次因為跟父親吵架 才會生起縱火 釀成這場大禍 有點TV總和報導 這場悲劇更讓人難過的 真的沒想到 我們再次到 到 到 感谢观看